大家好,我是Peter,我们今天来讲这个MergeSort 那么从MergeSort开始呢,这个算法呢,复杂度就增加了一些,技巧性也多了一些 我们来网上设计一下这个MergeSort 那么我们还是看这个,先看它一个图来表示一下MergeSort的Sort是想干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图 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么多个数 没有排好去的数,它首先从中间分开,左边和右边 那么左边呢,它比如说它一除二,到了三这里 那左边是这么多,右边是这么多 然后左边这两个再分开,再分开,这也是再分开,再分开 首先是叫做Split 那么Split,我们有一个说法呢,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Divide and Conquer 有这么一个词 估计拼的,应该拼的,究竟不对啊 就是Divide and Conquer,什么意思呢 它是首先呢,把一个大问题变成小问题 就是你要排,比如一百万个数 我先排小小小的排 好,我们一个个分,一个个分 拼到这个以后呢,就变成单个的数了 这都一个个单个的数了,对不对 单个数以后呢,然后呢,从个字开始呢 就不可能再分了,不能再分了 这个也是一样,那么左边这个排好去,右边这个也排好去 那么再排一次去 所以说整个的Mergi Sort的话,核心就是Merge 其实是Sort 那么我们可以用Recursive来做这个Sort 但是它的核心算法是Merge 也就是说,如果有两个排好去的Array 我们如何给它Merge在一起 那么基本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看后面的代码 那么Merge Sort里面呢,前面呢,就讲Merge的部分 Merge的部分呢,相当变成两个Array 你看左边右边有两个Array Left,Right有两个Array,对吧 两个Array以后的话呢,我们先复好值 那么我们看这个算法 那么就是说,I从0,G从0啊 从这开始算起,两个长度 然后看C小于等于C 然后往上加 然后往上加,就是两种情况 就是ArrayK,然后I++ 那么这个ArrayK就是G++ 就是往上走的 一步步这么来做 它以后的话呢,有可能Array有短有长 比如第一个短第二个长 或第一个长第二个短 那么还有一些没排好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 把剩下的部分做好 这就是Merge Sort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么来看 我们来画一个图 比如说左边的数数是什么 一三五 对吧 那么 Left 对吧 Right可能是 二 二三 七八 九 如果是这样的 这个I呢 四等于零开始 那么J呢 四等于零开始 那么首先呢 碰到的是什么呢 碰到的是 L 碰到的是 碰到的是 1和2 对不对 1和2的话呢 1小于2 那么在这个Rray里面呢 我们开始 这个Rray里面呢 我们做结果呢 我们就把1放进去 那么这时候I呢 嗯 我看怎么写比较好啊 这个一步一步走的话呢 我希望能把这个解释清楚 就是 嗯 就是说我们 嗯 嗯 我们这么来看 Left Right 我们这里是 1 这是2 这是3 3 这个对应的也是3 这是5 这是5 这对应的是7 然后这是8 这是9 这是这样的Rray 好 那么 我们呢 呃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我们把里照放到后面去 嗯 里照的呢 开始呢 是空的 没有的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I呢 从零开始啊 那么开始I等于零 就是forL的J等于零 对吧 好 这是这是这是第一步 好 我就不写第一步了啊 这时候呢 两个1跟2比的话呢 哎 L自1小 我就把result放进来 这是1 放进来了 放进来以后呢 下面一步呢 就是I等于1 因为J没动 J还是等于零 就是3跟2去比 那么3跟2去比的话呢 这时候I等于1 那么L读的是3 R还是2 对吧 那么这谁大呢 这是2小 那么就把2放进去 2放进去以后呢 哎 I还是等于1 对吧 A呢等于什么 等于 1了 就到这来就是3和3了 3和3都相等的话 应该两个都放进去 对吧 嗯 那么他的写法呢 就是大于等于的话 就往5 他有可能呢 因为我写的时候呢 如果相等的话 有三种情况啊 那他按他这写也可以 比如说 3跟3相等 有个大于等于的关系 那么我们走一个 比如说我们把A走过去 I等于2 J还是等于1 那么I就成了5了 那么这时候呢 把一个L里面的3放进去 I等于2 J等于1 那么5跟3比的话呢 那么R 这个3呢 是小数 小数的话呢 诶 那么我们I等于2 J等于2 那么就把这个 右边的3给放进去了 对吧 因为当I等于2 J等于1的时候 是5对3 那3更小 3就放进去了 然后J往上走 走完以后的话呢 发现呢 5跟7 对不对 5跟7的话呢 那么5小 那就把5放进去 那么这时候呢 I等于3 J还是等于2 对吧 因为J等于7 那I等于3的时候呢 那么I就大于了 大于等于3了 就是 这就是break掉了 这个group 对吧 我们知道 这个group出来以后的话呢 那时候来看呢 L就做完了 因为I已经跳出来 那么R还没做完 R还没做完的话呢 那么从7开始 那么J等于2 出什么 出2 3 4 对吧 R的长度是5 对吧 他小于5就是2 从2 3 4 然后往这个result里面放 那就把5后面的 7啊 8啊 9都放进去 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result做出来了 我一步怎么走吧 了解这个时候 那我们下面写个代码呢 这个result吧 怎么说的我们先不说 我们先把merge 这块核心代码写下来 后面再去讲解 这个result比较容易 啊 我们来写 我们这里呢写一个 static int merge merge 我们也出两个数 一个是a 两个数字 b 我们来看a和b intm等于a.lens 对吧 intn等于b.lens 我们先把这个写好 inti等于0 intj等于0 还有我们再生成一个新的数数 新的数数 叫result 对于newint 就是m加n 对吧 我们两个merge在一起的话 当a的长度加b的长度 是最后的数数的长度 好 我们现在我要i 小于m 对吧 and n j 小于n ij b搞错了 i小于m bj小于n 我们来看看 谁多啊 两种情况 if ai 小于等于bj 小于等于b 就是a小b大 那么这个时候 按照这个想法的话 就是一个result 所以还写一个这个index 叫做 current index 是0 对吧 当前的index是result的index 对吧 我们result current index 就等于a i 对吧 然后i++ 不要动了 因为i小嘛 i就往下走 然后current index 加加 对不对 这么做的 那么else呢 什么情况呢 else的情况就是bj小 ai大 那么就是result 还是result current index 等于bj 然后j加加 然后current index 加加 知道吧 里面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个做的呀 我们可以稍微改变一些 我们讲过i++ 和++i的差别 我们可以这么写 current index 加加 放在这儿来 放在这儿来 我们后面就不用再加了 那么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里写一下 那我们以前学习的一个技巧 少写一行代码 什么意思呢 result current index 加加等于ai 什么意思呢 就把ai付给 current index 然后current index加加 是先把current index 付给这个 瑞昭的index 然后后面再加加 对吧 我们这么写的话呢 我们讲过这个加加 先a加加 和i加加 和加加i的差别 我们用到这个地方去 这是这加加 是bj 这是一样的 好了 出来以后的话呢 i跟j呢 看看还有没有 这个后面继续有长度 比如说 这个i呢 还是小于m 本来最多左边是m 如果还小于m的话呢 我们就用一个for loop for int k等于i k小于m k加加 我们把result current index 加加 就等于ak 对吧 我们就把剩余的 从i到m之间的这些数 给它复到这个里面来 同样 if j 小于n 那么for int k等于i k等于k k 小于n k加加 has result current index 加加 就等于b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完了 整个结构是这样的 如果做在里头的话 i呢 就看谁往后后走 谁小 就把它复制往后走 或者是j 往后走 然后呢 剩余的部分 因为两个有长有短 剩余的部分我们来看 谁没达到m 就是i没达到m的话呢 那就是a 往外复 谁没达到n的话 就b 往后面的result 里面复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默契代码 我们来看看它 合不可以 我们int a等于呢 比如说 135 int b等于 23 4 7 8 10 好 我们把以前的那个print array 这个代码呢 拿过来 我把以前代码做了一个 暂时做了一个copy 然后呢 print array 我们把merge a和b都打出来 看看它的结果对不对 这些这个merge的代码 这里还没有return 最后我们要return result 对吧 因为result是最后的输主 return回来 你看 123 345 780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后面这个延长一点 我们比如说这里有 9 8 9 10 15 18 19 20 非常b短这个情况 我们要测一下 这都出来了 这都出来了 那么 这样一个merge的算法呢 有很多很多的变形 在面试中常常会遇到的 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想法 尤其数据来很大的情况下 我们不用重新排序 我们知道 如果你把两个雷星混在一起 再做个bubble sort 那么它就n平方几的 而这个呢 它的整个的复杂度呢 这m加n 就是两个的长度总和 对不对 你看它比较也好 后面再复制也好 它写操作 永远 累到的 永远只写一次的 current x加价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快 比你把两个 array 合在一起 再做个bubble sort 那要快很多很多 快很多很多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代码写好了 我们上课先到这儿 我们把moji稿明白以后的话 我们下面再讲moji sort 怎么去sort 然后怎么去节省它的复杂度 好 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